他也是有這種寄email 自動寄email的需求 然後他就做完 OK的 他就是因為他有問過 我跟他講怎麼做 只是說我沒有 只是沒有把source給他 後來他做完之後 他覺得沒問題 他就又回饋給我 他就把這個程式寄給我 那我覺得比較需要的部分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說你將來 一樣建一個shop 這個程序 然後比如說像outlook郵寄 那裡面的話 實際上 比較特殊的用法 就是說我如果要把外部的outlook 給拿到excel使用的話 其實有個關鍵字 就叫做create object 這個所謂的create object 就是說我要把outlook 當成一個物件 放到哪裡呢 放到VBA裡面使用 當然一樣的做法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要拿什麼 輸出到wav的列印好了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關鍵字也是create object 後面就改成word的application就好了 如果你要輸出到powerpoint的話也可以啊 就是powerpoint.application等等的啦 所以你會發現 create object還蠻好用的 關於外部的一些物件 就是外部的程式你要拿來使用的話 就是關鍵這個create object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就會產生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叫out app 這個名稱是自己自己定義的 不見得一定要叫這個名稱 那這個有點像是我執行這一行之後 outlook呢就會在背後 看不到背後啦 就是電腦背後 記憶體裡面幫我產生一個物件 就是在背後執行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你將來打開outlook 接下來你要怎麼寄信 就是按一下什麼新增一個郵件嘛 那新增郵件在程式裡面怎麼敘述呢 就是這個outlook裡面的create item 後面的話呢給它一個編號 原則上那一封信件的編號從0開始 所以這邊後面給它一個0 那再來就是說會產生一個mail 就是會產生一個空白信件的一個物件 那你要怎麼寄這個信呢 你需要提供給它哪些訊息 wis就是指的是後面因為都是什麼什麼點 outlookmail.to.cc等等 都是點對不對 所以就用wis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假如說你的開頭 全部都是某一個物件開頭 你就用wis 然後會有個endwis 就頭跟尾 那下面就是用點開頭就可以了 就是outlookmail.to 那也就是說你要寄信給誰的話 那你必須怎麼樣 給它email信箱 那我們email信箱 email的網址在哪裡呢 實際上就是在文字累加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range的最下面一列 其實這個地方to就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個東西 指的就是這裡的東西 這個東西幫我放到這邊來 它會寄給to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要寄信 建議不要用to 用BCC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用to 像我好像第一次上課都會寄 直接寄信給各位 那我應該都用BCC 我沒有用to 所以你們也看不到別人的信件 BCC就是什麼呢 就是密件副本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那當然你可以把那個改成叫BCC裡面 BCC 那再來需要什麼東西呢 需要一個subject subject就是什麼 它叫主旨嘛 比如說這一封信到底做什麼的 比如說游記練習等等的 然後再來就body body就是裡面內文 再來就是什麼attachment 因為顧名師也知道嘛 就是你的那個 又不要順便寄個檔案給他 那其實我在進階的課程裡面 有一個範例就是 順便轉檔 轉完檔順便寄給那個人 程式就是在這邊改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比如說你有大量的工作表 那當然每個工作表 也許是一個業務人員的 一個什麼什麼業績 那你可能 或者是他的薪資單之類的 那你每次都要這樣寄的話 或者你不可能把 所有東西都寄給那個人 他會看到其他人的薪資 他會問 所以你要怎麼樣 把工作表輸出 順便寄給他 其實從這邊做修改就可以 郵寄的那一段程式 就是這個部分 沒有 這樣子的話呢 最後你按下去之後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信件寄給那個人 不過這個部分因為 我這台電腦沒有安裝 沒有設定那個Outlook 所以沒辦法 實際上Demo 不過應該我想這個程式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程式碼已經放很久了 同學應該也都有測試過了 沒什麼問題反應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我覺得以後 如果你要利用Outlook油漬的話 那這個給各位當成範本 還蠻好用的 我想應該將來你會需要用到 如何利用Outlook油漬 這個地方的話是我們第一個頁面要的 第二個頁面要的就是說 請你幫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些東西全部串在一起之後 在